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终于下定决心答应欧阳在情人节的夜晚给他完整了自己 羁绊下看着紧闭的房门犹豫了半晌 才慢慢从口袋里掏出房卡 浴室里传来响亮的水声 磨砂玻璃的浴室里隐隐绰绰透出一个男人赤裸的背影 羁绊下只匆匆扫了一眼 就慌得别开眼睛 欧阳他 他正在洗澡 欧阳见了 一定会喜欢吧 浴室里传来轻微的响动 水声停了 羁绊下一个机灵 慌得猛地钻进被子 连头带脚 遮了个严严实实 房间里温度很高 羁绊下裹着被子 热得难受 心电电转 他在被子里脱掉羽绒服 轻轻扔到墙角 地毯上有极轻微的脚步声 定定地停在床头 一股极强大的压力感扑面而来 羁绊下背着气场 逼得鼻息都中了几分 突然 一阵钻心的剧痛 他的手腕被人死死地恶住 你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里 低沉而雌性的男生 冷冽得如同窗外的寒风 瞬间将继绊下的理智 积得粉碎 不是欧阳 这不是欧阳的声音 他猛地睁开眼 惊骇地朝男子看去 窗边 高大的男子正俯身看他 眼睛幽深如千年虎弹 英挺的鼻子和下额线条 都锋利地叫人心惊 这双眼 似乎一直看见了他的心底 欺败下本能地尖叫一声 拼命地挣扎着 想要摆脱男子的前置 男子皱皱眉 眼神不动声色地扫过滑落的被子 以及他暴露在空气中的曼秒身躯 加大了手上的力度 你怎么进来的 说好的欧阳呢 说好的绝业呢 为什么事情会演变成这样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方门突然被大力撞开 气败下还没反应过来 一群人已经冲了进来 长想转炮 美光灯闪个不停 刺眼的白光 晃得祭拜下双眼生疼 被子在刚才的打斗中滑到床下 他狼狈地捂住胸口 慌乱中竟找不到可以遮蔽自己的东西 一件黑色的大衣被扔了过来 祭拜下感激地看向身边的男人 却见他压根没有正眼看自己 他闲散而居傲地站着 虽然身上只腰间围了一条羽巾 那神情 却傲慢地如同君临天下的帝王 傅思年也不看他 静止走到床边的软凳上 拿起衬衫开始往身上躺 祭拜下瞟了一眼 他赤裸精壮的胸腹 突然心慌起来 他在墙角找到自己的羽绒服 慌慌张张的套上 又将脱下来的大衣还给男人 傅 傅 傅先生 谢谢你的大衣 傅思年接过大衣 那个架势竟没有半点要躲避羁绊下的意思 这气氛太尴尬了 这做什么 羁绊下的脸腾得红透了 那个 我先走了 再见 不如我们做笔交易 傅思年停下动作 看向羁绊下 是让我假扮你的未婚妻吗 羁绊下马上反应过来 刚才不是已经演过了吗 不 真正的未婚妻 明天发新闻通稿宣布订婚 一个月后结婚 你就这么笃的 我会答应你 你不是恨那个男人吗 我给你一个报复他的机会 他早就拿捏住了他的心思 心思缜密 观察力极强 善于利用别人的弱点 羁绊下在心里 默默地将傅思年画到傅黑男的行列 只是法律上的夫妻 我不会碰你 除了新婚前三个月 必须住在我的公寓 其他的事情 你都拥有完全的自由 你甚至可以交男朋友 你应该知道 如果不这样 我们俩都会身败名裂 是啊 谁会相信我是被男友陷害的 一个一不必体的女人 和一个只围着玉金的男人 深夜独处一室 谁会相信我们是清白的 给你一个晚上的考虑时间 说着 他递给羁绊下一张名片 考虑好了打我的电话 羁绊下会给他打电话的 对此 他深信不疑 羁绊下昏头昏脑地走出房间 名片太烫手 他顺手将它塞进口袋最深的角落 正要坐电梯下楼 羁绊下突然从窗户里 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欧阳 他竟然在酒店门口等他 心又在遏制不住的痛起来 被出卖的愤怒 对欧阳人品的不屑 还有内心那丝纠结未断的情愫 让羁绊下脚步发软 几乎走不了路 此刻 他不想见到欧阳 他怕自己控制不住 会质问他 怒骂他 酒店门前 他不想闹得如此不堪 两个酒店服务员推着小推车走过来 车上是客人换洗的床单之类的 二人的对话 清清楚楚地传到了羁绊下的耳中 这么高级的羊绒大衣 说不要就不要了 李姐 你真是好运气啊 是啊 正好拿回去给我儿子穿 哎呀 你摸摸你摸摸 这手感 简直柔软的不像画呀 哈哈哈哈 寄绊下不经意地瞟了一眼服务员手中的羊绒大衣 顿时愣住了 那件大衣 他再熟悉不过了 二十分钟前 他还穿在他的身上 傅思年的大衣 十几万的大衣就这么随手扔了 就因为被他穿过 他真是太高估傅思年了 这种男人就是典型的伪君子 表面上绅士风度滴水不漏 慈下里又刻薄又势力 他这种熊丫头 碰过的东西 都带上了底层的细菌 寄绊下摸出傅思年的名片 拨通了他的电话 怎么 怎么你个头啊 装什么大衣服了 傅思年 我想好了 我拒绝你的提议 为什么 哪怕身败名裂 我也不和虚伪刻薄的人做交易 寄绊下等了十秒钟 二十秒钟 傅思年偏偏什么都不问 寄绊下正逼闷不已 忽然听见傅思年电话里 平平淡淡的回了一句 好 就这样 寄绊下看着手中挂断的手机 气得几乎想把它扔出去 为什么 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来欺负我 被欧阳算计 被有钱人嫌弃 被公仔拍了清凉照片 我到底得罪了哪路神仙了 为什么人生要这么不顺呢 本夏 你终于出来了 你听我解释 欧阳的鼻血已经擦干净了 白净斯文的脸 又恢复了英俊儒雅的模样 欧阳 我们已经完了 请你放手 十秒钟之内如果你不放手 我就打110报警 本夏 我是利用了你 可我 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啊 傅维川答应过我 只要我帮他把傅思年搞臭 美亚广告的总监职位就是我的